你好,我是张牧师 从来没有想到今天会有一天需要做这个影片 但是我发觉有必要 很多的服事人员牧师压力都蛮大的 生病的也不少 那对我来讲,如果一个牧者 服事人员如果身心灵都健康的话 就可以多服事个几年 我想对神的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想把一些我觉得我比较知道的 一些健康资讯简短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因为中英文都会 所以对我来讲要查资料并不困难 本身有一些医疗背景 所以我想已经来台湾宣教十年了 我做一个将我过去所知道的一些 很好的资讯给大家 那希望帮助大家在健康上面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维持或者进展 我本来是查的这本书 无药可医的英文 我是在Amazon上面看到的 他这一本英文书 那没想到说 哇,他这本英文书的 Rating蛮多的 有五颗星的Rating 超过一千个Review 所以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一本书 他叫Doctor Yourself 英文的意思其实就是 叫你自己当自己的医生就对了 不要太依赖现在的西医 好好的自己需要 需要去增加一些健康的知识 自己做自己的医生 那我没想到说 他的书也有被翻成中文 有两本书被翻成中文 拒绝拥医 另外一本是无药可医 但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 他有一个英文网站 这个英文网站就叫 DoctorYourself.com DoctorYourself.com 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医生呢 他已经在今年年初过世了 我添加了 但他留下了很多很好的资讯 虽然都是英文的 当然你们可以用Google 去把它翻成中文 就可以看得懂他这里的英文 不过我觉得他这里 这个网站最宝贵的地方是 你如果往下走的话 他把各种不同的疾病的名字 从A到Z 你如果说有任何的疾病的话 你可以先到这边来查 然后查看看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 他会告诉你怎么解决 可能缺哪一些营养 他这些article 同样你都可以把它 一个案件就把它变成中文 那这一篇是有关于糖尿病 那即使你不晓得说 你的病英文名字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Google翻译 ShitGPT Google翻译 比如说糖尿病 糖尿病原来是低开头的 那你就到这边的低开头的地方 来找看看 找不找得到你糖尿病的这一块 确实有 那点击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 糖尿病有可能怎么解决 你可能缺哪一些营养 维生素B群 B3等等等等的 C 那一些怎么解决的方式 都在这个网站里面 虽然A到Z都有 A到Z都有 那你们就可以查看看说 这个网站是不是对我现在升级状况有一些帮助 那再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是你可以用ShitGPT去查一下说 我只会打英文 但我意思跟大家讲一下 比较说如果我有糖尿病 如果我有糖尿病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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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用中文打的 比如说如果我有什么疾病 那我有可能什么营养是缺乏的 当然ShitGPT会给你一些答案 你用中文打进去 它就会给你中文的答案 它就有这一系列 你可能缺乏什么 全部就把它列出来 那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它那边有可能缺酶 可能缺微生素D 可能缺这个字 我不会读 那我会劝大家说不要马上就去买这些东西 甚至你就可以把这个印出来 去问一下你医生说能不能帮你做一个血液检测 血液检测来确定一下说 我是不是真的有缺这些营养 那怎么样补充最好 可以听一下医生或营养师的这些意见 那另外一个网站也很值得大家 这个网站其实我在美国20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了 很抱歉现在才跟大家再分享 其实前一阵子我也有分享过了 这个8Bag它也是有几年前就过世了 但它也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些资产 健康上面的资产 可以大家去看 它有几项的发明 然后它也告诉你 如果你有EE的背景的话 你怎么去建立自己去做这些小机器可以帮助你自己的健康呢 那大部分的没有 你也可以去买 这些小机器其实都不贵 那它这个网站也有很多的见证 如果同样的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用Google 用Google Translate to中文 就可以看得到中文的一些资料 同样它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 就是网站往下跑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些 它也是把不同的疾病 用从A到B都把它列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根据你的健康状况 就像我刚刚查的那个方法一样 比如说糖尿病 那你来看D开头的 这里就有些糖尿病的人的见证 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糖尿病 用什么 OK 那它这里有一个Protocol Renal 在这个网站 这个Protocol 当然是英文的啦 它也有其他西班牙文啊什么什么不同的语言 可惜没有中文 所以我又把它翻出来 我又把它翻出来 那这一个翻译的版本 我也会把它放在我们协会的网站 Protocol就是它用的这些机器怎么用 然后怎么可能的改变了你的健康的状况 那这一个加拿大的公司呢 它就照着这个Protocol 这个医生的Protocol 把这些机器给做出来 每个机器也都不贵 都蛮便宜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Research 当然也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去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一个网站上面的这个资料 它所建议的 这个是臭氧水机器啊 吃麦吃麦充是什么 这个 你都可以花一点时间下去读读看 好 那我会把这个Protocol 中文的这个资料呢 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协会的网站上面 在这个超健康的这个网站 如果你们到我们协会的网站的话 在home 这个zowrock.org 这里 那你如果到home这边来的话 那教导这边来 就第一个就会看到超健康超简单 我会把这个影片放在这一页里面 那也把一些资讯也放到这里 你可以上去下载来看 那由于我在美国是有这个医疗背景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些医疗人员 他也给了我们一个code 如果要订购他们的产品的话 会有享有5%的discount 也就是95折 95折 如果到这个网站去订购的话 用这个折扣号码打进去的话 就打95折 他这个公司他不是一个传销公司 所以也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加拿大全世界其实已经蛮多人都知道这家公司 所以你们看一看在这个上面 如果你们的身体状况的问题不大 我觉得你们用这个医生的网站上面 所讲的这些方法 可能补充一些 或者他命矿物质 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些问题也就会消失 但如果说你们现在的健康状态是有些问题的 需要比较急去解决一些的 有一些解决的方式的 我就建议你们可以到Botback.com 这个网站看一看 OK 好 Alright OK 咱力尽 折扣 …… 人